男孩家有一只可爱的小精灵,不仅会帮他变玩具,还会为他写作业。 但条件是,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,他都不准出房间。 这其中有什么蹊跷呢? 今天为大家带来国产悬疑迷你剧《不思议录像》第七集《舌头》。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小红的男孩,他家有一个小精灵。 小精灵不仅会给他变玩具,而且还能够帮他写作业。 但是条件是,他不能够将这件事告诉给爸爸。 而且他必须乖乖地待在房间,晚上不管外面发出什么样的声音,他都不可以出来。 这里温馨提示一下,不提倡代写作业的行为哦。 言归正传,小红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,爸爸平时工作十分忙碌,很少在家。 这天爸爸回到家里,小红那是十分的开心,爸爸让他帮忙拿打火机,被妈妈出来制止了。 这里再次温馨提醒,小孩子不要乱玩打火机哦。 父子俩都被一番教训,之后一家三口就开始了打打闹闹,看起来十分幸福。 但是很快,欢乐的休假时光就结束了,爸爸又要去出差了。 临走前,他问小红有没有拿他的提须刀,但小红表示自己没有,妈妈说可能是他不小心收起来了吧。 爸爸埋怨一番,但他赶时间,只好打算去外地买一个。 小红一直怀疑是小精灵偷走了爸爸的提须刀,但小精灵为什么要偷走提须刀呢? 难不成他也会长胡子? 爸爸走后的当晚,小红听到屋外传来了声音。 他打开门缝偷看,结果看到了不可描述的一幕。 小红很遵守诺言,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出去。 第二天晚上,他又在门缝偷看,这次看到的画面却更令人吃惊。 妈妈说,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再也不回来了。 这之后,小精灵不仅出现在晚上,白天的时候也会出现在家里。 而且妈妈还给小精灵买了衣服,对他十分的亲密。 最后的结果不难猜测。 小红将妈妈和小精灵锁在屋内,最后一把火烧死了二人。 这个故事的迷面比较浅,很多人在看第一遍的时候应该就看懂了。 简单来说,就是小红的爸爸老红经常出差,冷落了妻子。 而小精灵呢,其实不是小精灵,是小红妈妈感到寂寞时找的小白脸,为了堵住小红的嘴才骗她说是小精灵。 而且为了收买小红,还给她买玩具和写作业。 晚上不让她出门,也是为了不让她发现二人偷情的事情。 至于爸爸的打火机肯定是小精灵用过之后换了地方,所以妈妈才不允许小红去拿打火机,因为打火机根本就不在原位置。 至于刮胡刀呢,也是同理。 而且要知道,男人对待刮胡刀就像女人对待口红,要是有一点变化,立马就察觉出来。 为了不让老红发现端倪,妈妈才借口说不知道放到哪里了,硬生生地搪塞过去。 等老红一走,二人就肆无忌惮起来。 结果没想到,老红居然提前回来了,把两人逮个正着。 小精灵一不做二不休,干脆杀了老红,所以第二晚门外的两人才会那么慌张。 而且仔细看,小精灵浑身还有血迹。 为了堵住小红的嘴,他们让她装成哑巴。 但现在的小孩子可没那么傻,别看他们年纪小,实际上都精明得很,他们什么都知道。 所以最后,小红手认了仇认。 到这里就有人说了,为什么这么肯定小红放火烧死了二人呢? 里面有一个可是她的亲妈呀。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,其实呢,这里放火的推测是根据细节提示得出的。 但小红放没放火,我们并不知道,因为导演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画面。 那这样的话,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。 其实小红最后并没有点火,但她很明显是知道整件事情的。 而且,她对做错事的妈妈和小精灵是怀恨在心的。 她既然已经把两人锁住,那她完全可以报警抓住两人。 这也相当于是帮爸爸报了仇吧。 好了,说了这么多,就是想表达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。 所以大人们别想着糊弄他们,然后呢,就是偷情可耻,小心反噬哦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。 喜欢这个故事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